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一场农夫山泉质量门风波 彻底打碎了大陆民众 对于中国食品安全最后一线希望 瓶装饮用水都不如自来水了 老百姓还能喝什么 种种问题都暴露了中国瓶装水行业 质量隐忧和标准乱象 在认知当中 瓶装水理应比自来水更加安全、卫生 然而通过对比两者国家标准的水质指标得出 瓶装水质指标仅有20项 自来水质指标则达到了106项 而诸如拱、银、四氯化碳、甲醛在内的独理性指标 以及PH值、印度等较为常见的水质指标 都没有出现在瓶装水国标中 好像瓶装水的标准确实是比较老 或者一直没有一个适合的标准出台 自来水的指标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国家颁布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一种指标体系 在欧洲和美国就是那种直引水 但是人家的标准是100多项标准的 我们中国做不到没有这个条件做的 像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就40多项 40多项都不定完成做完整 可能在北京和深圳这个地方可能做的标准多一点 此外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员因为过脏 不得不用大量药物去净化过滤 当地自来水厂可以和化工厂相避美 而这种含有大量化学药物的自来水 如果直接饮用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饮用水执行何种标准 质量都越来越令人堪忧 据市场调查数据显示 瓶装水在致癌物质、锈酸盐含量上 矿泉水的合格率仅50% 矿物质水合格率为66.7% 山泉水为71.4% 除了农夫山泉之外 雀巢矿泉水、娃哈哈纯净水、 衣云矿泉水等知名水品牌都曾爆出质量丑闻 专家最后建议大陆民众 自来水尽量过滤 尽量饮用白开水或者水源地无污染的矿泉水 新唐人电视 朱志善、张天宇采访报导